哈喽 又是爆汗运动完的下午 我今天晚上打算来做小葱拌豆腐 我小时候经常吃 我爸经常做 但是我自己都没有做过这个菜 然后我想再煮一个水煮虾和水煮青口 我的万能蘸碟来蘸着吃 需要的调料有蒜蓉 蚝油 酱油 醋 芝麻 这是辣椒粉 葱 还有香菜 我好像搞错了 我应该先搞干的 然后用油泼完了之后再加这些 搞错了 葱来 这是我刚刚调得太早的酱油和蚝油倒下去 然后再加点醋 好了 这是我的豆腐 刚没有按开肌腱 还自说自唱了很久 我自说自唱了 再加点香油 这个是刚刚水煮的菠菜 我拿剪刀把它剪小一点 比较像韩国的那个小菜 我先撒上芝麻 饮后我加上一点盐 饮后我再加上一点点香油 韩国小菜里面的那种菠菜 我觉得就是这样做的 哈喽现在星期五 我上一个礼拜订了一样东西 它本来说是要三周才可以给我进完 然后它现在就到了 刚我在开会的时候到了 我就是迫不及待把它拿了进来 这个包裹里面就是我买的东西 杭州亚马哈乐器有限公司 这就是我买的东西 我买了一个吉他 现在疫情期间买乐器超级困难 一般都会去乐器行买 但是乐器行现在又不开门 Amazon上面就是也不发货这样子 我这个是在Best Buy买的 本来我还看什么各种型号啊 品牌啊 发现只有这一款可以寄 可以直接从Best Buy的网站上面寄过来 其他都是要从Third Party 就是从乐器行 他们自己的网站那样寄过来 会出现被取消啊 或者是延缓非常久这样子 就没有什么选择 我就直接买了这个入门鸡的 这个周末有事情可以做了 周末快乐 我的老板买了披萨 然后deliver到我家 这边是我点的豪华披萨 然后还点了10个鸡翅 这是我第一次吃Pizza Nova 不对 应该是说我第一次吃不是披萨披萨以外的披萨 还有国内的必胜课 今天是我学吉他的第一天 看我的手 哎 就是摁得很痛 这个弦比小弟今天弦粗多了 这个大拇指尖感觉要破了 今天下午练的基础就是波弦啊 然后音阶啊 然后我刚刚有开始练到和弦的部分 哈喽 现在是6月5号 距离我买吉他刚好一个礼拜 这一个礼拜我平均每天都有练两个小时这样子 第一天到的时候练了五个小时 第二天又练了五个小时 然后手指就废了 整个有一个很明显的印记 在每一个手指上都有 然后我现在手指好很多了 因为现在长了很厚的剪子 以前我学小弟新的时候 手上也有剪子 但是就比较薄吧 所以其他的弦还是比较硬比较粗 所以我之前的剪子对于吉他来说是不够 我现在就会一首曲子一首试一下 我可不可以录得出来 作为一周的初学者 如果很难听 或者有音是 Brrr 以下 请包涵 重来 份车型的提 무�静わ 就是一首箭碇的小金鲁 是一首箭碇的小金鲁 唱着我们心徒的白鲁 和消磨痕的時候 一门歌颂着 这变得更新鲜了 哈喽现在是星期六的早上 想来做一个比较像披萨的早餐 但是我用的是面包当底 这样子 这是我们昨天去买的起司 我现在给它刮在上面 哈喽我们今天周末打算来烧烤 然后我现在来准备一下 我们一会烧烤要用的东西 这边是两块大牛排 然后现在已经用盐腌好了 然后我们搞四个这个巨型蘑菇 它会里面出水 然后那个汁会很好喝 我打算来做三明治 夹好用锡纸包好 一会就可以直接拿出去烤这样子 我面包上面打算来抹这个 这个是Basal Pesto 来试一下 这个里面就已经有油了 就这样 最后上面放一片起司 超奢华 好了 我再做两个一样的 我们今天还蛮冷的 我外套都穿起来了 好像打台风的天一样 我们这看着天气真的是好 看这阳光 看这云 看那边的国旗 可以感受到有多大风吗 你两个手操作那个炉很像那些DJ在打蝶 尤其是还要再这样子一下 那个是在完全阴影里面感觉是从一个洞里逃出 七层 七层 因为这个太厚了 你其实不好煎的 这个好不好 你自说自话 简单的小方 四十几块钱的牛扒 给你搞成了八层水了 不是超像Costco那个 哇 好棒哦 那个起司 看 哇哦 我起司不一样 我这个是cheddar cheese 我们现在已经吃完进来了 我想要跟大家来推荐一个酱 就是这个 就是我刚刚拿来抹面包的那个酱 这个是我们昨天在Costco买的 它是Basel Pesto Costco自己FuCore里面卖那个sandwich 就是抹这个 我刚吃了以后就觉得一模一样 如果你去Costco的话 可以买来试一下 哈喽 现在是星期天 我今天从吃完早餐就开始练琴 练了四五个小时有了 然后他们现在刚刚从超市回来 在割草 我们今天又来做炖牛腩 我现在已经用高压锅把牛腩压了一遍啦 要把这边的胡萝卜和土豆放进去 我这次没有放花椒八角那些 可能味道比较清淡一点 噔噔噔 哈喽 我们今天想要来做披萨 其实是明天吃 因为那个披萨的皮 这样把它做好 然后它要发酵24个小时在冰箱里 然后明天要再拿出来发酵一次 所以我们需要250克的面粉 2克的盐 12克的橄榄油 和1克的酵母 还要175克的水 我现在把它揉成这样 然后让它放20分钟 现在已经过了20分钟了 然后我现在就要来给它揉3到5分钟 我是说我现在很像舌尖上的中午那种 伴着中午灿亮的阳光 住在金木街的小湖 又开始揉面了 舅舅爷爷这里有人需要陪睡啦 好难哦 你就赶紧 你看我 哇 嘿嘿嘿 哇 耶 做面点师傅 咱们就说了手上那个劲 两个面点师傅 我是学徒 可是做了20分钟的师傅 这是我第一次和面 舅舅 这为什么是他第一次和面 然后要少一点橄榄油 帮我薄一点 匀裙 不太多 云群八七啊 是的云群八七 等等 它好了 我们现在把它放冰箱 那24小时之后见啦 拜拜 现在是下午的4点半 这个面是我们今天中午重新做了一遍 因为昨天的那个面 我们把它放到冰箱 然后今天早上发现它并没有发起来 所以我们就重做了一个 还是一样的份量 然后现在它比较发起来了 发到这么大 我现在要把它来分成两个小份 然后再让它发一下 哇 超级烹 老天爷 我把它抓出光滑表面 这边是刚刚那两坨面 它又发了半个小时的样子 然后现在我就是要把它 用非常神奇的手法把它弄开 烤披萨的那个温度要超级高 我看网上说烤披萨要大概 500到600华氏度 我还不知道我们烤箱最高温可以多少 很多视频都说用烤箱最高温搜 500 我们烤箱最高是500度 然后这边是我刚切的配菜 蘑菇 彩椒 还有番茄 还有这个是洋葱 这边有香肠 然后还有这种香肠 叫pepperoni 然后这个是我的massarella cheese 它现在还泡在水里 现在要把它直接手撕放在披萨上面 这两种是分类分开的 搞得它不圆 你可以一直转方向吗 哦 嗯 我试一下 不是你把这边撑开一下 不是不是你不要 你不要任何动作去撑它 你让它自然下落 自然把它开 对 粉飞起来了 嗯 这一份我们打算来做bacon的 bacon叫什么 中文 bacon 很多的肉 就是外面要加钱的那种量 最后上面再浇一点油 我们现在两个pizza已经准备好在这里了 我们两个超级紧张的 我先把牌上东西都收了 因为我看小高姐的视频 她说要一直观察那个pizza 因为只用烤五六分钟 不然就会烤过就烤窿了 所以我们先一切准备就绪 再把它放进烤箱 希望一会我们把pizza放进去的时候 报警器不要想 我们现在把后院的窗跟前面的大门 通通都打开了 只为它通风 两个放下 好烫哦 我用毛巾都烫 超搞笑 我这边要拿pizza 豆豆要在那边扇烟雾报警器 不然就会报警 然后又录不到东西 趁报警之前 小心烫哦 哇 那个pizza汁 不是 那个汁有一点 哇 哇 不错 进去了 到了 一头的汗啊 我的老天哪 来了 刚那段没有拍上我没有摁 它已经出锅了 为自己鼓掌 好棒哦第一次烤 看这个边还有一点那种异式的感觉 这个是刚刚那一块 看这个边边能感受到我们边边有做的比较厚 其实自然捏出来 但是这个超蓬松 超好吃 好有成就感 又结责一个新进了 总结一下我们这次pizza 超级成功 完全高于我的预期 那我们就吃饭啦 拜拜 拜拜 好 超约 资料 最重要的事情 最重要的是 持绑你肩坏 带来免得 臀部半身 非常快 微不快 我都被终于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